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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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视频 NB A故事会 特里罗奇尔那些打不倒我的必将使我强大 时长约5分36秒 腾讯体育 讯北京时间9月2日 据美媒体Clutch Points报道 昨天有消息称太阳在追着凯尔特人的上赛季季后 萨英雄特里罗奇尔 去年夏天面对交易留言时吓得把手机都关掉了的罗奇尔 逐渐面对留言时则显得非常打定 他在回应时只是简单的说道 哦 是吗 湖人与罗尔邓达成买断协议名下新金空间报上可签订新球员 罗奇尔回应交易留言 太阳昨天正式与火箭完成交易 据的Rezona Sports记者 John Dombadora 报道 他们还在寻求交易 渴望得到一位具备首发实力的空球后 并在追逐罗奇尔 达米安利拉的和肯巴洛克 尽管太阳的报价没有让其他球队做出积极的回应 但是仍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不过 罗奇尔对此却显得非常感定 他只是在推特上简单的回应道 哦 是吗 先年24岁的罗奇尔是2015年的16号秀 他是凯尔特人的第三空球后卫 位置在凯利欧文和马库斯斯马特之后 但是在上赛季季后赛期间 由于欧文和斯马特只受到伤并困扰 罗奇尔得到了首发机会并打得非常不错 他在场均36 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能得到16.5分 5.3个篮板 5.7次助攻和1.3次场段 帮助缺冰烧将的凯尔特人打进东部决赛 并在东部决赛中把骑士拖入了抢气大战 很显然 在经历了上赛季季后赛的全面之后 罗奇尔变得更加成熟了 再次面对交易留言 使他才能显得如此淡定 要知道去年夏天在的这欧文要来凯尔特人时 以为交易会牵涉到自己的罗奇尔 曾吓得把手机都关掉了 我当时认为 如果这事儿正发生了 肯定要牵涉到我 我没准要离开凯尔特人了 罗奇尔回忆到 当时吓得我把手机都关机了 不过工作人员还是找到了我 告诉我没有被交易 罗奇尔在明年夏天将成为受限制球员 看看的时候凯尔特人如何处理 才将会非常有趣 毫无疑问 其他球队会用到合同来吸引罗奇尔 可是欧文在明年夏天成为一名不受限制的自由球员 而到目前他都没有保证会与凯尔特人许约 这迫使凯尔特人在交易罗奇尔的问题上 肯定会犹豫不决 找了 找了